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野外考察 紧急通讯 停电等特殊场景的紧急用电上却有着强而有力的作用 因此它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实用型工具了 今天就跟着阿鹏老师一起做一个手牙发电机吧 Let's go 在使用激光切割机 切割我们的手牙发电机之前 我们需要在软件上设置好相应的激光参数 第一步 把手牙发电机的设计图导入激光软件Lazermaker中 第二步 根据材料的类型 厚度及加工模式设施好相应的激光参数 第三步 点击右下角 加载按钮 将设计图传输到机器内 轻轻松松即可完成软件参数设置 现在我们来看到机器的操作部分 首先我们把材料放到机器中 其次 使用雷鱼激光6毫米的调校尺进行对焦 再次按原点和边框按键 确定机器的加工起点和工作范围 盖上机器盖子 按开始按键 机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成功的顾网级路 Jun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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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